从环柱哥哥成名以来,赵薇时不时就闹出点事儿来,但每一次赵薇都能翻身,而且事业比以往越发红过,这背后不乏有靠山相助。 除了马云,赵薇的很多朋友都大有来头,赵薇最大的靠山应该就是他的干妈了,也就是王思聪的妈妈,王健林的妻子林宁。 早在几年前,赵薇就曾晒出与林宁的合照,并附上母亲节快乐几个字,因此很多人猜测林宁应该就是赵薇的干妈。 不得不说赵薇真的很厉害,和商界的大老大咖们都有关系,不仅与马云关系亲密,跟王健林王家也是关系肥浅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王思聪私明星偏偏不思绯闻多多的赵薇了,如果说有一个人穷的只剩下钱,那就是王健林了。 他甚至说出了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,比如挣他一个亿的段子,王思聪除了是游乐圈的纪检伟,他也经营着几家公司,而这个家最低调的成员林宁也不是普通角色, 背景你绝对想不到,林宁现在是林氏投资集团的董事长,他家世显赫,父亲林连章曾参加淮北武核战斗,淮海战役,渡江战役等等, 曾获得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,去世后安葬在南京的雨花台,工德园,葬在这里的可都是大人物。 想不到吧,原来林宁是个如此厉害的女人,而且她也不是靠着父亲和丈夫享受阔台生活的女人, 她自主创业,靠自己闯出一片天,出身名门又是集团董事长,嫁不嫁首付自己都是豪门, 年过五旋的林宁依旧高贵美艳,气质比明星还要好,王思聪都快三十岁了, 林宁却是越活越年轻,皮肤嫩滑,身自曼妙,林宁经常出席各种公众场合, 无论是与国内外明星同况,还是与商界大佬同台,都是气质优雅,落落大方的, 林宁之后果然就是不一样,内涵气质是爆发或无法达到的, 我们都知道王思聪有很多女朋友,一个接一个的换,还都是网红脸, 消灭之下她的爸爸王剑林眼光品味就不同了,找了个高贵优雅又有本事的女人。